在直婉战争中 婉系军阀战败 直系和缝系军阀开始联手掌控北洋政府 然而直婉矛盾消除 直缝矛盾又逐渐升级 两年后 他们的争端还导致了又一场军阀大战的爆发 那么曾经共同对付段祺锐的直缝两派 因何会走向决裂 而这场直缝大战的结局 又如何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32题 直缝大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段祺锐兵败如山倒 只得去求见徐世昌 28日徐世昌签发总统令 批准段祺锐辞职 撤销都办边防事务处 撤销西北边防军名誉 西北边防军由陆军部收述遣散 徐世昌签发批准段祺锐辞职令的时候心情迫强 以为从此推倒了太上皇 自久就可以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了 哪知道走了一段来了两段苦日子刚刚开始 走了一段是指走了段祺锐 来了两段又是指谁呢 这事我们还得慢慢讲来 直晚战争结束以后 总统徐世昌开始主持处理战后善后事宜 由于事关战胜者之利益 当然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徐世昌就邀请曹坤张作霖进京 会商战后事宜 8月4日 曹坤张作霖同日进京 与徐世昌面商解决时局之策 早在7月26日 也就是直晚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吴黑福就提出解决战后问题的六项要求 第一 解散边防军 取消边防督办官制 第二 解散西北军 取消西北筹边使官制 第三 安置段其瑞与汤山 听候国民公爵 第四 徐树征等五人交法庭审办 第五 国会庭会 第六 追究安夫系首领王一堂 及安夫系议员证书 永迟公权 在曹坤张作霖进京之前 徐世昌已经根据直系的要求采取了一些行动 但是 对于吴佩福提出的处分段其瑞 将其置于汤山听候国民公爵 徐世昌则移以抵制 徐世昌是在段其瑞扶植下当上的总统 处分了段其瑞 就会危害到他的总统地位 况且在徐世昌的心目中 段其瑞身为北洋领袖 不能不加以维护 张作霖理解徐世昌之用心 他本人与段其瑞矛盾不深 他还考虑到段其瑞虽然倒了 但婉系将领分布各地 给段其瑞留条后路 可以拉拢婉系残余 以壮大缝隙势力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他支持徐世昌的意见 表示对段其瑞绝不稍有侵犯 有了张作霖的表态 曹坤也不好坚持 最后三个人达成共识 段其瑞生命财产 曹张予以保全 承办安福系和晚系 其他祸首与处置段其瑞类似 吴佩孚主张严惩 并开出了一张 三十余人的祸首名单 徐世昌看了直摇头 表示应宽大为怀 张作霖支持徐世昌的意见 曹坤又是违心让步 吴佩孚听后愤恨不已 幸幸然离京去了长兴殿 吴佩孚离京并没有影响三巨头协生 经过一番利益勾兑 徐 曹 张三个人 又就内阁问题达成共识 8月9日 徐世昌正式颁令 主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 比较麻烦的是安福国会和总统地位问题 曹坤认为 安福国会是安福系一手炮制 完全非法 必须解散 徐世昌反对解散安福国会 因为他的总统职位就是经过安福国会选举产生了 解散了安福国会 他的总统职位就成了问题 张作霖对此原本是无可无不可 但为了拉拢更多的同盟者 就表态支持徐世昌 曹坤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见徐世昌和张作霖都不赞成解散国会 也就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徐章的意见 张作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徐世昌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曹坤呢 有一点失落 徐世昌看在眼里 赶忙于8月20日发布总统令 任命曹坤为直鲁豫三省寻月时 曹坤这才算是心满意足 8月下旬 三巨头就今后的国家政务处理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 以后国家大计 须先征求曹章同意而后实行 第二 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寻月时范围内 用人行政政府与曹章自主权不能有所干涉 第三 总统地位由曹章极力维持 第四 第四 禁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章予以援助 第五 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章有劝告之责 面对这个样子的嫌疑 徐市场颇感压抑 他在签发命令解除段祺瑞职务的时候 以为从此就可以摆脱太上皇 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了 如今才意识到 赶走了一个太上皇 却招来了两个婆婆 或者如识人所言 是走了一段 来了两段 所谓两段者曹昆张作林是也 直晚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 直奉两派共掌北洋政局 他们在承办段祺瑞内阁组成等问题上 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北洋政局暂时得到稳定 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 并没有保持多久 两年后双方就由合作走向了全面决裂 那么直奉两派究竟在哪些问题上 发生了矛盾 他们又是因何刀兵相见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体育第32题 直奉大战 曹昆与张作林 是直晚战争的两大获利方 但细加比较 曹昆所获明显多于张作林 因为在地盘划分上 曹昆直接控制了直立河南山东三个省 与长江三都控制区连成了一大片 而凤系呢仍然局限于东北三省梅宇 扩充新的地盘 这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 自然引起了张作林的不满意 也引起了双方在此后越来越激烈的争夺 直奉争夺 首先就发生在安徽 安徽都军兼长江巡岳史尼斯冲 是著名的晚戏强硬派 属于要被免职于惩办的人物 起初张作林保举张勋天不空缺 张勋是张作林的儿女亲家 因为扶植青史傅必尔声名狼藉 安徽各界一致反对让张勋再做晚都 长江三都之里纯 趁机推举张文生都晚 张文生是张勋的昔日部署 时任徐亥镇首使 由他继任晚都张作林也不好反驳 9月16日 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尼斯冲的安徽都军 兼长江巡岳史职务 派张文生继任安徽都军 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岳史 后来又有人说 长江巡岳史这个权限范围不明 北京政府于是就改长江巡岳史 为苏婉干巡岳史 仍然有李纯兼任 如此一来安徽总督由直系推荐的远晚系部署担任 而直系长江三都之李纯又升了官 成为与曹昆张作林平起平坐的地方大员 此番争备直系大胜而奉系惨败 直奉之间的第二场争夺仍然与那个李纯有关 这一年的十月李纯突然自杀了 关于自杀的原因呢 说法多多 我们呢不去多讲 由于李纯的自杀又空出来两个职务 一个是江苏都军 一个是苏婉干巡岳史 张作林又是宝举张勋 想让张勋一身兼二任 曹昆呢 则推荐王世珍继任苏婉干巡岳史 齐谢远任江苏都军 王世珍那是北洋三杰之龙 其身份和名望自然非张勋可比 齐谢远是直系将领 时任第六师师长监江宁镇首使 徐世昌不敢启用张勋 又觉得江苏原本是直系的地盘 由直系的齐谢远接任比较保险 便站在曹昆一边 张作林无奈 只好再做让步 安徽江苏的地盘之政 张作林是两战两败 心里的火气随之积聚 终于在内阁问题上 来了一个总爆发 直挽战争以后 曹昆张作林都极力想控制内阁 因为在责任内阁的体制下 控制了内阁就等于控制了中央政权 徐世昌不甘心做盖印的傀儡 也千方百计地想要控制内阁 在这种局面下 晋云鹏内阁就成为直奉两大派系 与总统三方利益勾兑的产物 可是这个晋云鹏内阁 自从组建一来就因为财政困难所累 不仅无钱补助救济地方灾情 甚至连各部官员的薪水 他都发不出来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 晋云鹏提出 要更换财政总长周自齐 和交通总长叶公措 这两个人被徐世昌视为故交 自然就引起徐世昌的不满 也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晋云鹏又想啊 更换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张寿林 那张寿林是徐世昌的亲信 研究署每年向总统府上缴十万元的费用 晋云鹏的计划如果实施了 那就等于断了总统府的财路 徐世昌是大为愤怒 而晋云鹏提出的取代周自齐 叶公措和张寿林的人选 都是亲近直系的官员 这又让张作霖不满意 于是徐世昌审时夺势 决定借助张作霖的势力 逼迫晋云鹏辞职 民国十年 就是1921年12月14日 徐世昌惦请张作霖进京商议内阁问题 他想以自己的亲信梁氏仪 代替晋云鹏职长内阁 张作霖听过徐世昌的陈述以后 吉表赞成 支持梁氏仪出山阻隔 晋云鹏受到总统与张大帅的两面夹击 处境窘迫就于这年的12月17日宣布辞职 我们前面讲到过 晋云鹏内阁 那是曹坤 张作霖 徐世昌三方利益勾兑的产物 如今张作霖和徐世昌两个人一嘀咕 就把晋内阁搞掉 要另换他人的曹坤 当然他不肯答应 12月19日 曹坤专程进京 劝阻晋云鹏辞职 但是晋云鹏已经挂印去了天津 12月24日 徐世昌正式颁令 任命梁氏仪为国务总理 这就等于是撇开了直系由徐世昌和凤隐 联合支持梁氏仪组阁 对于此等行为直系怎肯善罢甘休 12月27日 日本公使小藩球机 向梁氏仪恭贺出任隔魁 其间聊了几句有关交际铁路的问题 梁氏仪随口说 政府已筹款熟路 并且说如果借外款 可借日本款 这件事情经过报纸披露以后 吴佩孚借机猛烈攻击梁氏仪 说梁氏仪在北京与日本直接交涉 煽动问题 并且答应借日本款项赎回交际铁路 梁氏仪随后连续通电自我辩解 说自己绝对没有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也没有派人就借款 事已与日方交涉过 但吴佩孚揪住不放 民国十一年就是1922年1月19日 吴佩孚联合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都军省长联名殿请徐世昌 立即罢免梁氏仪 与此同时 吴佩孚又密电新任湖北都军逍遥南巡京汉铁路北上 他自己则调动大军集中于保定给北京政府施压 徐世昌没有想到 吴佩孚会打动干渴 如今事情闹大了 他只好牺牲梁氏仪以求自保 当天徐世昌把吴佩孚要求总统罢免梁氏仪的电报转给了国务院 这种做法确实有点不够厚道 按理说 下边的人给总统发报攻击总理 总统应当将电报存档 然后出面说明情况或者做出什么决断 但他呢 竟然将电报原样转给了国务院 这就等于帮助下面的人逼着总理辞职 梁氏仪接到总统转来的电报 气鼓鼓地来见徐世昌 请求辞职 徐世昌默然无语连句挽留的话都没有说 梁氏仪更加气愤说了一句 事宜及此此行 说完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总统府 张作霖本就认为在地盘争夺中吃了亏 自己支持的梁氏仪内阁又被逼垮台 他怒不可饿 由此直凤两派撕破脸皮开始磨刀霍霍 为一场大战做准备 那么这场直凤大战结局如何 他又对日后的北洋政局有怎样的影响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32集 直凤大战 梁氏仪被逼辞职 张作霖怒不可遏 他认为直系逼走梁氏仪就是想一手控制内阁 并且切断缝隙与北京的联系 当此之际 与其忍气吞声不如奉手一搏 与直系来一个鱼此网破 1月30日 张作霖通电要求徐世昌 把梁氏仪办理交际铁路情形 宣誓国人以章公道 意在啊 让徐世昌请回梁氏仪惩罚无佩服 这自然是徐世昌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张作霖也知道徐世昌办不到 他这样做呢 就是所谓的先离而后兵 2月10日 张作霖派亲姓李孟庚南下桂里 与西南方面恰商联合讨伐直系 他还派人联络分散在各地的晚系旧部 让他们暗中预备 当奉军与执军交战以后 与各地起兵趁区 捣毁曹昆吴佩服的大后方 张作霖本人则调兵前将派凤系大军入关 分驻军粮城 独流 马城 卢台等战略要地 凤系在摸刀霍霍 直系也在木马利兵 4月3日 直系各省将领已给吴佩服驻寿为名 云集洛阳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 吴佩服开始排兵布阵 他在琉璃河 卓州 梁乡 清河一带派驻重兵 同时将陕西的直系部队调出铜关 进驻郑州以备后援 曹昆原本不想与凤系大冬干渴 对于能否取胜心里也没有底 在凤军节节进逼入关的时候 他曾经想着要让一让 后来看到吴佩服求战心切 而且信心满满 也意识到直奉双方已经刀出鞘 剑上堂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便于四月十九日 口授电文给吴佩服 他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 你又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本人已完全听令 吴佩服越霸电文 大受感动 大受鼓 四月二十五日 吴佩服与齐谢园 陈光远 逍遥男等直系将领 联名通电 隶属张作霖 破坏全国统一 保复辟罪魁张勋 截夺军火 剽窃金钱等十大罪状 张作霖毫不示弱 当日发电对吴佩服等人的通电 逐相驳斥 二十七日 张作相等凤隙将领 又发表通电 斥则无佩服 贪 毙 狠恶 网诈 不诸 不信 不仁 不义 反复无常 一意捣乱 双方割空叫骂之后 四月二十八日 正式交火 史称直凤战争 直凤战争在东西两路同时展开 东线在金服铁路 西线在金汉铁路 及其以东地区 凤军总兵力大约十二点五万人 直系总兵力大约十万人 凤军人数略多 直军作战经验较为丰富 综合来看 双方势军力敌 鹿死谁手 就看他们的临场发挥了 四月二十八日晚 凤军集中兵力猛攻直军正面 直军固守阵地 双方僵持了一天一夜 均无斩获 三十日 直军改守围攻 无佩服 故技重施 派数千精兵绕到凤军后方之卢沟桥桥 凤军父辈受敌 加上炮弹用光补给跟不上 被迫放弃封台尔败走 东线凤军听说西线吃了败仗 军心大乱竟不战自愧 而张作林事先联络的西南联军 与晚西旧部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五月四日 张作林见大势已去 就下达总退却令 凤军败兵退到兰州一线 五日 徐世昌示令凤军退出关外 直凤大战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终 直凤战争 直胜凤败 这是徐世昌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如今呢 又不得不面对 五月五日 徐世昌按直系要求下令 耻夺梁士仪等与缝隙关系密切的官员职务 十日又下令免去张作林本兼各职 同时任命了两名直系将领担任河南陕西都军 他希望通过这番行动 取得曹昆吴佩孚的谅解 让自己的总统职务可以继续做下去 殊不知 此时的曹昆吴佩孚 对于总统大魏已经是另有打算 曹昆吴佩孚通过直碗和直凤两场战争 分别打败了碗系和凤系 成为北洋政府的唯一主宰 其是如日中天 他怎肯让徐世昌这位碗系扶植的总统 继续占据大位 曹昆的计划是自己做总统 为此就要解散安抚国会 恢复因张勋复辟而被迫解散的旧国会 再利用旧国会选出正式的大总统 但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张勋解散旧国会的时候 同时还逼走了时任大总统黎元洪 如今要恢复旧国会呢 要不要同时恢复黎元洪的大总统职务呢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曹昆意图登上总统宝座 他谋划着要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 为掩人耳目 还要请出五年前被逼下台的总统黎元洪出山 徐世昌是否会甘心让位 黎元洪又是否会答应再度出任总统呢 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 黎元洪出山闹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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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